今天设计影片会教大家非常简单的方法 在camera里面做出吸引人的社交媒体头像 去更好展示出你的个人品牌 hello大家好,欢迎欢迎朋友们,我是Greyson 我想通过YouTube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是完全免费的 在底下描述完也能够找到很多金银率频道使用工具 这句教程是参考Well Smith的头像 做得出一个同款的头像 为什么会教大家制作和他一样的头像 是因为他的头像非常时尚 能够一下子就抓住观众注意力 所以如果你也想制作出这样时尚新人的社交媒头像 请继续往下看这部影片 现在我们就来到camera的首页 今天我们要使用的是正方形的画布 所以你可以在首页里面找到Instagram贴文的模板 它的尺寸是1080x1080理想数 如果你在首页里面也没有找到IG贴文模板 你可以直接在搜索栏里面搜索Instagram贴文 这里面也能够找到IG贴文的模板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模板 首先我们需要改变背景的颜色 我选择这个背景 然后选这里颜色 这里面把它变成黄色 然后我们需要上传我们的照片 我们可以点这里上传 这里面我已经上传了我的照片 上传照片很简单 你可以直接把照片拖拽到camera里面 或者你可以点击这个上传媒体 也能够上传的图片 希望我把这张照片突录到画布里面 我这张照片是有背景的 所以我需要去除它的背景 我选这张照片 选这里编辑影像 在这里面有一个背景移除工具 这里要提一下 这个背景移除工具 需要你设定到camera pro才能够使用 你可以通过评论区链接 去免费使用30天camera pro 去体验一下背景移除的功能 我现在选择这个功能 现在看法就是在帮我 去除掉照片的背景 像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照片的背景 已经被完全去除掉了 如果你发现 你照片的背景 没有完全去除掉 你可以选择这里 手动的清除 或者手动的还原 具体的教程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部影片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套用 在左边的这一栏 我们找到投影 然后选择第一个光运 像我这张照片 周围就有圈光运 然后再点击一下 这里面我可以调整一些属性 首先我调整它的大小 把它改到10 然后把透明度调到100 接着把模糊化调到0 最后再改变一下颜色 改成白色 下面就可以看到 我的人像周围有一圈白色 然后我们需要再做出调整 还是选择边境影像 在这里有个调整 调整它的饱和度 把它设置成负的100 现在我这张人像就变成了黑白头像 然后我们再参考 Will Smith的IG头像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整张头像 只涵盖着肩板以上的部分 所以对于我们这张头像 我们需要把它放大 现在我就把我头像放大了 这样你就可以下载这个头像 你首先可以给这个文件记忆命名 然后你可以选择下载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PNG格式 然后点击这里下载 下载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传到你的社交媒体上面 相信大家如果有跟着做 你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时尚的社交媒体头像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Canva强大的功能 去帮助你更好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 可以去看我这些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些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给你个赞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 YouTube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IG 那么下期见 拜拜